暴改二次元秘密基地 宠女狂魔狗蛋 自作聪明 给蛋仔装一间儿童房 蛋仔喜欢的二次元模型手办 和八级骨子竟无处安放 书桌也难免合适位置 小朋友来玩捉迷藏 蛋仔更是无处可藏 只能无奈地坐在地上发呆 心疼女儿的狗蛋 每天晚上伤心地哭 毕大无穷的老婆搬走重新装 一 汉剑一圈 杜心芳刚做框架 中间横竖汉剑材头部 下边再来几根 把它撑起来 找小姨子借起老妻 抬起颗很大活动 把它狠狠地护住在墙上 外包环保幕式面 美观又整洁 铺上松软的床垫 就是宝贝女儿的床 用幸运色做床头软包 睡觉不碰头 装一个铁布篮 保护蛋仔的安全 装一个爬梯 上下才方便 床尾做一个大衣柜 上边放过既备褥 关上柜门不落盔 侧面做抽拉式衣柜 放下女儿常穿的衣物考思服 下面弯腰不方便 放后常用物品 二 床下做一个宝贵 放蛋仔喜欢的模型手办 和八级骨子 延伸做蛋仔书桌 摆上笔记本电脑 就是学习区 蛋仔就能在这里 学习新知识 征作三好学生 上方再做层板 蛋仔再多的学习资料 也能放得下 开关插座装床头 半夜尿床不用愁 三 旁边的小黑板 就是秘密基地的暗门 进去先来一套 高级电竞桌椅 桌下放一个小冰箱 蛋仔喜欢喝的 可乐小冰水全放着 高性能电脑必须安排上 键盘鼠标显示器都不能少 书读累了 就可以在这里娱乐放松 开启新世界 做满墙展示柜 全部放蛋仔喜欢的八级骨子 毕竟被骨子包裹起来的感觉才幸福 再做一个卡座 下面做抽屉 放下蛋仔喜欢的小零食 养成吃零食的好习惯 装个投影幕布 夜深人静的时候 蛋仔可以在这里看看小电影 蛋仔的卧室战装 三套衣服丢两套 还真是又一套 再也不用担心 八级骨子无处安放 猪迷藏食 一下就被小朋友找到